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浩军对于农田有着深厚的情感 大学毕业后 他一直从事农业机械研究 开发和教学工作 新疆的连片农田给温浩军提供了施展所学专业的广袤天地 工作后 温浩军先后开发了精量播种系列新产品 及排种质量监测设备等 还建立了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 实现中国冷凉民区单产达到美国2.69倍的重大创举 新疆是大农业 它的地是雷片的 一片地有四百亩五百亩 这样的话我们的大型的农机设备才能进去作业 它的我们农机的需求也是非常高的 说我毕业之后就非常坚硬地留在新疆 然后就是从事我们农业积极的可业工作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天山南北的棉田粒不时可见大型裁棉积石过 雪白的棉花已被快速采摘 有些田地的棉花已经采摘完毕 黑色的低罐带和白色的地膜等待回收 在天山北路的一块棉田粒 温浩君负责研发的二次钉尺链板式接杆 环田与地膜回收联合作业机正在隆隆作响 棉杆下的白色地膜大部分被回收 我们新疆从用地膜 从1980年开始用地膜 到现在 从用地膜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要怎么回事地膜 但是经过三天的发展 这个技术还是没有解决掉 因为现在地膜污染还是非常严重 温浩君告诉记者 由于新疆是冷凉地区 还是干旱半干旱地区 当地农民种植棉花大量使用地膜 地膜可起到保水保温消灭杂草等作用 有助于提高棉花的产量和品质 但也为农田带来白色污染 为当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留下隐患 现在我们用的这种地膜叫PE地膜 有可能它过了一百年 它也不可能降解 它会对我们的土壤一直造成持续的污染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给予掉 新疆是中国最大优质民生产基地 但也是中国农业生产中使用地膜栽培技术面积最大的省区 其中棉花是地膜栽培技术的主要作物 为了应对新疆残膜污染治理 温浩君的导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提出了农机农膜农艺相结合 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最终实现残膜的资源化利用 温浩君是团队的核心成员 经过我们这两年的努力 我们就是实现了我们残膜栽培的打卷 打卷回收 这样的话它里面的杂质还要非常低 在我们的回收率也达到北风之90以上 我们回收地膜如果进行逐步的清理 可以进行二次资源化利用 据悉 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关键技术 及装备的研发应用项目 技术水平达到了国际领先 应用面积3829万亩 技术应用增收截至于146亿元人民币 温浩君说 新疆是绿州农业 生态环境比较薄弱 农田是新疆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致力于中国最大的优质棉生产基地绿色发展 是他毕生的事业 棉花的面积是非常大 我们先把棉花的面积给予掉 然后我们再给予的问题 但是有些作物像我们的番茄 他说过的就是好多姜子 整个地膜就非常难受 我们就是希望就是有些作物 他可用降级地膜来给予这样的问题 二十多年来 温浩君将论文写在天山南北的农田里 鉴于在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的突出贡献 他荣获历史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临选为 现代农业产业棉花体系精准作业和智能化管理岗位科学家